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到底來到2021年 BMPCC 6K PRO都出來了的時候 我們還不應該購買這一部BMPCC 4K呢 如果你的預算是很搭水的 很舊的 很有錢的 磨開火影地 6K PRO 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畢竟它的感應器的尺寸大一點 它的 depth of view 都會比較出色多一點的 它的 depth會漂亮很多的 但若然你是剛剛接觸到這個影片的拍攝 又或者你是一個學生 你是想去學習怎樣使用一部攝錄機拍攝影片的話 我覺得BMPCC 4K依然是一部CP值非常之高的選擇 今天這條影片就絕對不是一個廣告 都是一些我用了這部BMPCC 4K 就快一年的心得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BMPCC 4K的售價多少 全新的話它的售價大概是10800元左右 有機會你可以找到一些便宜貨都未定的 但二手的價錢就真的非常理想的 我大概在大半年前 差不多一年前買這一部的BMPCC 4K 它還要包上鐵頭的反螢幕的改裝 還有當然它可以用到這個SSD M.2 SSD的設計 我只是8500元就買得到了這套東西 而且它還附上了一個原裝 DaVinci的手拳 license給你 所以可以說是極到底玩地入手的 我當時是撿到寶的 所以對我來說6K Pro的反螢幕 其實不是真的十分之吸引的 我相信現在大家大概9000元上下 你都可以找到一部包含了一些必備配件的Brand Magic 4K 應該不是太難的 那到底這些配件應該是甚麼東西呢 是可以令到這部BMPCC 4K來到2021年 都依然可以是力久不須呢 我覺得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我用的這個Metabones的 EF2 M4 3的一個 還要是0.71倍的一個轉折環 為甚麼暴力是會選0.71而不是選0.64 0.64比較歪一點 可以多一點 不用那個轉折環 主要是因為0.71倍 它用在BMPCC 4K上面來說 是會比較接近Super 35的轉折環 官方的資料 它這個轉折環會是1.43倍 真的比較接近Super 35的 而且重點就是 無論你是用APS-C的鏡頭 或者是Full Frame的鏡頭 0.71倍的這個Adapter 它都是可以完整地覆蓋到的 換言之你要用APS-C的鏡是OK的 假如你是購買0.64倍這個版本的話 APS-C的鏡頭有某些焦段是覆蓋不到的 可能會有黑角或者等等的問題 也是為甚麼我會建議各位去購買PMCC 4K的時候 你是要買0.71倍的這個Adapter的原因來的 當然另外一點就是 無論你是0.64倍也好 或者是0.71倍也好 它都可以額外提升到一級光圈的 也就是說譬如我現在這支鏡頭 是Cal Size 51.8來的 我就會由原本的1.8光圈 之後就變成1.4光圈的 足足大了一級的 當然你真的拍攝使用的時候 你會不會開盡這麼大的光圈呢 就是後話了 大家自己斟著一下了 但起碼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以及一個選擇給大家的 大家若然是本身沒有任何M4Third的轉接環的話 而又剛好是要用在Brand Magic 4K上面的話 我是非常強烈建議大家要購買 Brand Magic 4K專用的Metabone Speed Booster 因為它有分普通M4Third機用 還是專門是Brand Magic用的 因為M4Third雖然是一個很弄統的 一個接環系統的一個稱呼 但是其實各個廠商各個牌子 他們的M4Third的尺寸都是不一樣的 Sensor的尺寸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購買的M4Third的一個Adapter 而又是只用在Brand Magic 4K上面的話 你用它專屬的Adapter 成像上面的確是比起另一款的 只是M4Third的那個接環是好一點的 當然你說好幾多呢 這個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而且它的Crod Factor其實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只想專用在Brand Magic 4K上面的話 都是乖乖地買Brand Magic 4K 專用的Metabone Speed Booster 去用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另外就是因為它的可換性是非常之高的 因應M4Third的規格來說 其實它可以轉接的鏡頭的類型 真的是超級多的 我有一位攝影師的朋友 他用這部BMPCC 4K 去轉接了一些Super 16的鏡頭 在一些舊賽斯的鏡頭來玩拍攝 所以它的可換性是極高的 而我之前也有用Metabone的M4Third 2PL的一個孔 去到轉接了一套很舊的鏡頭 而重新去rebuild的一套Vintage Lens 去到拍攝Grams 20X的一個形象影片 大家都是非常之喜歡的 因為有不同的質感 畫質對我來說 其實用得這些老鏡頭來拍攝的話 畫質真的不是第一個考量 反而你那個質感才是大家所追求的 我自己也有時會將一些 以前菲林年代的M4II的鏡頭 轉到這部M4Third的機身使用 拿來拍MV之旅是非常之正的 再來就是螢幕 因為畢竟你一般買的BMPCC 4K 你沒有改裝的話 你的螢幕是不能翻轉的 所以有一個好的螢幕 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曾經為大家推薦過Podkeys的P6 因為現在已經是2021年 當然要介紹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Podkeys LH5P的螢幕 這個是一個可以高達1700nits亮度的一個螢幕 即是說什麼呢 就算你出外景有很大的太陽也好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畫面不會反光或者變暗了 而最最最最最重要就是 它還可以無線控制你的BMPCC 4K 沒錯你有沒有聽錯它是無線控制 也就是說就算你有沒有翻轉的螢幕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是可以直接透過這個螢幕 順便去到設定所有BMPCC 4K的参數 只要你用藍牙將兩個設備 連接了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LH5P 去到無線控制BMPCC 4K上面的大部分的参數 例如是光圈 快門的Shutter Angle ISO 白平衡 Focus Point 或者是你的影片格式 Codet等等 全部都可以透過這個螢幕去控制 而另外呢 如果你使用V-mount的電的話 你會發現螢幕會比較電擋住了 你的V-mount電可能會設置在機後面 這個時候LH5P就會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而這個LH5P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亦都可以同時控制我部Sony的A7S III 雖然現在暫時做不到無線控制的部分 但是廠商告訴我 其實很快就可以實現到無線控制的部分 目前它可以透過有線的方式控制 Canon、Panasonic、Z-cam、Rack的Comodo 等等這些常用的相機品牌 它都可以實現到有線控制 所以真的很希望可以快一點 可以做到無線控制這個功能 針對我的A7S III 更加好 那當然大家一般熟悉的一些螢幕功能 例如Focus Peaking、Balmaman、Force Color 一些Ratio的Guide等等 全部都有的 或者Tool 3D LUT這些全部都有的 那這些我就不逐一去講解 因為都很common的一些螢幕功能 而這個LH5P它是有10bit的螢幕色彩顯示 所以在色彩表現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當然你不可以以一個外接的小屏幕 來做一個色準的參考 頂多是可以給自己臨場去看一些 contrast、exposure等等來參考的 反正這個螢幕我覺得它除了沒有外錄功能之外 我覺得它已經是絕對可以稱得上 目前市面上跟BMPCC 4K最合的螢幕 價錢也是很公道的 它大概是港幣3200元左右有交易 如果大家對於亮度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即是不需要去到1700nits 或者你大概5、6、8都可以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參考另一個模特兒叫做LH5H 它的亮度大概是大概5、6、8左右 那除了它的亮度的差別之外 其實整體的用料都有少許差別 LH5P它是用了一個金屬的外框來設計 所以它在散熱部份就會更加好更加出色 看起來都會更加帥氣一點點 電池方面其實我見很多上網的人 都是做review的時候 都是舉夠F970下去 老實說F970牛龜那麼大塊 又重 其實很容易造成你那個機身前面太重 而後面又太輕 你很難平衡 如果你有時要做handhand很辛苦 所以我就建議你拿一個平衡 好似我現在這樣用一塊F750 拿回中間就會好一點點 其實這個電源可以連續使用4個小時左右 你拿回緊一點可能3個多小時 這是我一個實際開工的時候得出來的數據 4個小時左右換一次電 其實我覺得很合理 何必要用F970的累到自己媽媽就明白 其實如果你直接用remount電的話 你把Gran Magic機身和螢幕一次過放進去 它的remount電已經完美解決了整件事 機身前後的平衡都可以做得很完美的 這個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之前拍攝Grams 10X的影片 我就是用remount電 連接了螢幕機和圖存電量 可以一路兩日 再來就是一個看起來好像不太必須 但是其實可以很幫忙的一個很合適的滑軌 Slider OK 畢竟BMPCC 4K沒有任何IBIS的 機身防震叉叉叉叉叉叉全部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攝一個很Smooth的Treadsword的話 要不你是想Gimbo 當然最好方便起見就是直接上滑軌 最好想用slider 但是一般市面上的電動slider 要不就很大支很長 要不就很細支 你拆不起相機 或者自己技術不夠用一些手動的slider 又怕有些明顯的抖動的情況 你其實是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支iFootage新出的Shark Nano Slider 除了它相對比其他電動滑軌 來說小隻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它能吃到BMPCC 4K的成重量 放在桌面上這樣的形式去使用 它的成重量是可以去到3.5kg 而如果你設在腳架上面使用 大概是有2.5kg左右 那對於一般One Man Band的攝影師來說 其實都是很足夠的 除此之外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不用每一次都要拿手提電話出來連接APP 它可以直接透過觸控式的螢幕 去到設定它的A-point和B-point 以前用這些電slider 最頭恨是一定要透過藍牙去連接手機的APP 有時不知為何會斷線 如果你說做了一項時斷線 真的會很瘋 就算你習慣真的用APP去操作 都可以的 因為它的APP是我用過其他國內品牌的電slider 它的UI設計最好 亦都是最容易上手的一款 上一次我幫太古地產拍攝它們的 Event 影片的時候 我用了這支slider 去拍攝一些Pan的鏡頭 一些Trash Shot 我用了它來拍攝的 用APP來操作 有少許像打Core of Duty的感覺 很方便的 亦都很容易上手 使用的時候 它的聲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基本上你是拍攝一些 可能訪問類型的影片的時候 都不用擔心它那個收音上 會有收到它操作的聲音的 它亦都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打直的slider來使用的 但當你打直了它的時候 它的slider的成重就會變成只有2K了 我亦都上網看了很多不同的review 它的成重其實是沒有官方說2K那麼多 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是用R5 可能夾置15-35就會比較窄 更加來說 如果是用Breadmagic 又加了Cage又加了鏡頭的話 那真的可能會上不了 而它供電的方式 其實都有很多種的選擇 因為我手上 現在買了這個是套裝版來的 所以它裡面是跟了一塊F750的電池 F750其實它應該可以提供到 給它4個小時左右的電量 除非你用來拍攝長時間的time lapse 如果不是其實4個小時 真的很夠用 如果你喜歡的話 亦都可以拿一個行動電源 來幫它供電的 透過USB的方式 那到時你想要多久就多久 對不對 另外就是這個slider 它的好處就是 細小的 OK 但是它是很紮實的 很穩定的 造工很漂亮的 起碼整個使用的畫面 拍攝出來的畫面 都是很Smooth的 而你放在背包裡面 都是剛剛好的 因為我是套裝版本 我再說一次 所以它也有附送一個收納袋給我的 你把整個slider放進去 電或是門線放在這裡 就很方便 整個抽走就可以了 所以無論你是否使用BMCC 4K 只要是你一個經常會拍片的人 經常都會one man man上陣 其實這支電slider都很適合你 而最後一個 我覺得BMCC系列 一定一定要加配的 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完善的供電系統 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 肯定放V-mount電去搞定 一塊V-mount電同時 給到機電 給到螢幕電 給到圖傳電 或者你有Recorder 或者XX 全部一個V-mount給它 那就最好了 但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拍攝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會有這麼多配套 使用到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考慮一個 Rollus的電池手柄 一個handle 又或者是我現在用這個 Small-Rig的MPF電池板 Rollus這個本身是有5000mAh 可以給電 這個BMPCC之外 你會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Mind 有些不同的插頭 可以做到同時供電 但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只有5000mAh 所以如果你要同時給電部機 又要再給螢幕 使用的時間就相對短很多 當然如果你是自媒體 你自己一個人拍攝 其實使用來說都算合格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拿出去拍攝 用來開工就真的多多都不夠用 所以Small-Rig的MPF供電板 就可以解決了這些問題 它可以接上 無論是F750也好 或者是F970也好 接上這些電池 就可以直接為你的BMPCC供電 因為它可以更換電池的原因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電量的問題 是相對來說 不用V-Mind的另一個最好的選擇 好 如果要我總結的話 我覺得2021年BMPCC4K依然都是非常值得你購買的 所以我到現在都沒有考慮過 你將它放了它 將它賣掉 畢竟這個價錢 你可以拍到RAW 又可以拍到ProRes HQ 4K 50格 我是沒有想到其他理由去賣掉 或者不要它 不用它 記住各位 二手市場有機會可能7000元 都已經拿到一部BMPCC4K了 大家儘管有興趣的話就多多留意吧 以上這些就是今天暴力對於BMPCC4K的一些分享 最後大家記得無論如何都要 理性消費又需要少我購買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暴力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鈴鐺幫我按一下 你才知道我最新影片的發佈 純粹可以follow me Instagram 因為最近暴走街拍計劃又開始緊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相片 或者是一些產品的試用 會透過Story的方式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理性消費 拜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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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